苏芽 红果 莫名 莫名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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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鲍鱼 鱼 鱼 我们都是调好的 就是让客户他们不需要动这一块 就直接要使用了 就点击绿的 现在加了关机这样子 关机就按掉红的 要是开启了就打开绿的 其他的模式不要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之前的出口经验 就是客户他不懂 就是总是乱按 然后就把模式调成出厂设置 我们还要教他重新调回 对开启是绿的 关掉是这样子 关掉先归零 然后再按等 你先启动 先拿一下 先拿一下 让客户自己来操作 去挺快 要要要要要要要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气缸这个升降嘛 也可以自动调节 就是它就是我们刚才升的时候 它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把它慢慢的升慢慢的降 对这个就是一个空气调节法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静的气越多 它提的越快 静的气越小 又提的越慢 往左就变大 往右就变小 往左就是 就是慢 往右就是快 再往里扭一点 再调慢一点 再调慢一点 对 这样就会 你能感觉出来 就会很慢 上面是球鸡 上面下面是球鸡 这样子的 这个上部的就是调节 分析的速度的 下面这个空气调节 把这个调节下降的 哦 这个这个闪 对 上面就一下 下面就一下 您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慢 这个伤了 往右就是慢 往左就是 看 螺丝松了 对 它有劲力气多了 左边是快 右边是慢 左边就是进很多的气 右边就是气量变小 其实想慢一点 如果不着急的话 想慢一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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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比较简单